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台湾大学化学系的学士 然后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举合化学的博士 杨博士曾经经历IEM的Fursory 也在台湾的工员面 在当工程的金额 另外也在清华大学化学系 同意担任过副教授 目前是援引科医的董事长 还有我们彰化县一届联盟的PM2.5 律法招集明 那我们现在 以第二类的掌握生 也来欢迎李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 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因素 谢谢大家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 PM2.5的年报 或说去年在2011年 我们台湾在这地方 環保署所量测到了PM2.5 那我想说 我们先看一个影片好了 就按下一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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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张是我在去年 在面对国光石化将在彰化县大城乡那边设堂的可能性之后 那因为我也是彰化县228广化学队的女士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 那其中 我可以稍微解释这个 就是说 我问自己 就是说 那个 各位可能看这张图想的 这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口 那火车把一大堆犹太人送进来以后 他们会在门口看到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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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示 那个 告示写的都是德文 叫Arbeit Macht Blind 就是说 第一个字是 Work Make 就是说 如果你很辛苦 辛勤的工作 那 当你在 在里面这样贡献的时候 有一天你就会得到自由 所以那些犹太人进来 这样一个集中营的时候 他们抱着一个希望 因为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告示 那 这么多人来 我们从 可能像我的祖先 就在大概是200年前 从 弥建那边跨海 来到台湾 然后总是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够得到一个 能够温饱 或是能够有更大 更好的美景在前面 但是我眼看着 比如说 我们 这样画就要 盖着这样的一个 龐大的 國光石画场的时候 我心里有个感觉 因为我看到很多其他 包括陈激动的教授 我们台湾事实上 不需要那么多的 乙烯 这些产品 所以 我在猜 我们可能是 将要成为 中国那边的 化学原料制造厂 或是说 石化原料制造厂 那是我的感触 因为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因为 比如说 国光 中油 还是台塑 这些 做了一大堆 事实上超乎我们 故乡 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后把污染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 鑽水是另外一回事 我也是台塑的股东 但是比如说 他在那边 大量的盖这些工厂 我们从台塑的经验 跟 比如说 火力困难的经验 我们知道 如果他是盖在我西湖的故乡 我是当化西湖人 西湖人 如果他就盖到我的故乡 那些 排放的很多 土壤 潘流 很多重金属 又会沉淀 或是跳到我的故乡来 所以我那时候 有一个很 心里很沉重的感触 我如果要讲一个故事的话 我一定要有一个图案 那最后 我去过 那个 波兰奥斯维森 波兰奥斯维森 急动营 这个地方 我看过 所以那个感触 有点 就像说 我看到很多农夫 很多 我们台湾 台湾 舱 两三百年卵 都在这边耕耘 那是不是这一块土地 就要被破坏了 所以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我刚刚是想先看这个影片 这是一个美国胸腔协会 最近放在YouTube的影片 应该有声音 这个人 他是叫做 Air Collector 他说很收集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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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有 30秒钟版 有 2分钟版 也有1分钟版 也有10秒钟版 你叫忙的人 就快看过去 基本上就是说 他是一个到处 他每过一天 他就收集一些空气 然后 他把它 把瓶子封紧 然后放在家里 一罐一罐的 那我们要问 就是说 或许多医生告诉我们 我们的 胃部就是 我们周遭空气的 益心器 那所以 我们也是 Air Collector 就是说 我们也是来 每天走到外面来 然后每天 面对 入口 每天面对 各样的台湾 那也许 我们就 也算是跟他一样 都是Air Collector 这样子 好 下一张 我今天可能不会 很仔细的走进去告诉你 我们 比如说2011年 那个空气 PM2.5里面的 空气里面 PM2.5的 各地方的浓度 因为 后来我们在 二三页的时候 那时候 环保署还没有公布 2011年的年报 好像他们到 三四页 三页底 还是怎样的时候 才公布 那因为 我们的章话 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创始人 那个 叶帆普医师 一直很急迫的 要知道说 我们去年 到底我们 各地的空气是怎么样的 那希望有一个报告给 我们 各位同胞 然后我们相信知道 我们呼吸 是什么样的空气 特别是我们在中南部 一直到高雄 那个空气实在是很污染 所以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看 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一些集困 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看到那整个气象的时候 我这边可以提供 这个会议后 我就提供 给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团体 然后就 过上网 那 因为我的资料可能 比環保署还要更细节一点 过后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到底是位在哪样的地位呢 这边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它公布的资料 那它有 这边也许不是很清楚 WPR就是 West Pacific 就是西太平洋 这个就是包括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 这个LM就是比较 都 比较 没有那么干净 或者比较生活富裕的地方 那 WPR West Pacific HI 就是包括日本 这些地方 韩国 所以它的 这边的PM10 我今天为什么会 突然从PM2.5 跳到PM10 我一定要讲 就是说 我本来 我们都一直在谈PM2.5 结果到 去年 去年 突然之间 你如果上同胞组的话 你会看到 他的网站里面 会公布说 所有的资料都要 10.68% 那时候 我们真的是 疯掉 就是说 突然之间 我们好像有一些 可以抓住的资料 但是 突然之间 他告诉我说 这个他在比对 他在测试 这样的一个作为 让我们突然 直接料理的参考 因为我们所有的PM2.5的公布 那是直接 因为PM2.5 可以直接吸入 我们的胃部 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胃血管里面 所以 環保署突然讲说 比如说我们 台北市的空气市 比如说在30或是32左右 那一乘以0.68 那可能就很快就降低了很多 几乎要跟西加坡也快接近了 那所以 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那環保署 虽然从2004年 已经67年 78年了 买了近百年来的 PM2.5的 原系监测仪器 那我们一直很 很质疑 为什么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 在各地布置这些PM2.5量测仪器 那为什么到今天 才在做验收的 这样的工作呢 这是对我一个做工程 或是在IBM上班的人 天天验收一些仪器的人 我们觉得 我很难想像 就是这个的浪感数跑出来 后来 我们为了突破那一点 我们说 那这样好了 因为我们 台湾量PM4 要出了PM4的这个威力 已经很多年了 可能大概有環保署开始 就已经开始建设PM4了 所以他总不能告诉我们说 突然告诉我们说 我们PM4也要做 做这个仪器验收的工程 然后我们也要开始做比对的工作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跑去 开始看这个PM4 虽然过去我们好像觉得 那个PM4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还是非常地翻松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不管如何 就是后来我们认为 如果台湾大致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把PM4 乘以大概是0.5到0.6 或是0.7 可能你就会得到一个PM2.0 那总是可以预复 因为太多的预复 包括环保署也是很多预复的项目 包括粮色以罪这些PM2.0 我们就合理的把它乘以0.5 或是到0.6 大概这样一个平均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PM2.5 所以后来我跟叶医师 讲完PM2.5的年报以后 我们很快的 会去开个记者会说 好 那我们来讨论PM4 因为PM4的环保署总不审 讲说你们还没有验收 他都做各地的比对 然后这个可能当参考 做趋势之用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好 那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我这个图子说 很快的告诉你 在WHO里面 它有各地区的 甚至比较高的这个区域 是在Eastern Mediterranean 就是地中海 包括一些石油产生产国家 这边指是相当高PM10 那在余收贵收也是相当高 然后这边美国就比较低一点 它分州比较富裕的国家 比较富裕的国家 所以肉的话 可能就是墨西哥那些地方 那它有包括美国跟加拿大 那我们台湾五都 大概从北到南 南到北到南 从42左右一直到75 大概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平均大概在这里 我这样讲 并没有太多的解释或说结论 我只是说 我们可以查询世界各样各地方的PM10的污染 那我们跟它做比较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就是我 这个字很小 你们不用看 我会把它放到网上 就是交给我们的 因为我今天应该把它录在我们的材料后面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今年二月底的时候 我们决定比那个环保祖更努力 把那个PM205跟PM10各地的这样平均值 包括PM10年平均值 然后也有各县市的平均值 比如说我们把台北就放在一起 然后做平均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计算这个99%台 那就是说我们把前年度的365天 从第一名一直 最高的一直排到我们下台 那99%台大概是第四高值这样子 所以就会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在40站这边是41点多 它前年度的第四高值可以到103 然后最高值到136 这个字很小 各位不用看 我只是说 我们很努力的把各样的可能假设 都在那边表现出来 那这个我会后就公布在交给会堂 然后你们就可以download 所以你们就各地方的资料 那我们也 比如说假设PM10是超过50 50是世界危险组织建议的 能够保障 至少能够保障 比较这些 国人或是国民健康的一个数值 然后我们也假设 大雨期数到底有多少天 整年度是超过了 那还有大雨期数大概125 125是我们台湾团保署订定的标准 再过来是大雨150是美国订定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即使在台北市 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一个标准 事实上有比如说大概160天 155天 这样一个很高 高比例的天数是已经超过 WHO建议 我们可以承受或者希望入住的这样一个环境 好 这细节我就不太谈 因为后来我们原先是先算PM105 然后也算出加权的不良指数 因为美国会上协会他们有加选 就是如果超过某一个数值 他就再称1.5倍 那如果对云感族群就称1天 1天就是1天 那如果对全部的人都敏感的话 他就称1.5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他有一个比重在里面 所以事实上从这里可以看到 根据美国会上协会 比如说在台北大洞区就140天 事实上是有效是140天 根本就是工期不良的 这个BA BA就是我刚刚讲的 在PM10跟PM2.5 就是你把PM2.5是PM10的一部分 你把PM2.5除以PM10的比例 你就可以得到 大致他们都会落在0.5到0.6多 小部分非常少 都是大部分是沙沉的 那可能是会掉到0.4多 所以那时候环保署 一公布 你们要把过去粮食 都大约好的一个範围 就是要全部把它平均乘以0.68 我们非常的失望 如果那是真的话 那我们最后 就是这个比例 PM2.5除以PM10的比例 会掉到0.3还是0.4 再这样一个范围 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们充满石化燃烧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如果那么低 几乎我们再住在沙沫去的 沙沫大概0.2 0.2多这样子 这是我们看其他的指教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很快看下一页好 然后我们也拍了灰直下室 我们讲完 就是说我们先把灰直下室先动一动 然后下一张 我们也谈自下室的 包括高雄台南台中 西北市台北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往北 那个PM10 当然就是所谓的 那个环境而奠地 那高雄是非常的高 这样子 所以这边当然各位可以去参考 世界卫生只是建议的 就是说如果年平均值是PM10的话 是应该在20左右 所以像高雄就已经超过4倍 那然后一年 一年他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天数 高雄就263天 几乎一年大概7 8个 对不起 9个月 都是空气 都是在WHO建议那个标准是不健康的 那即使我们一直跑到台北市 那个不良天数 114天也是4个月 所以我想 今天我早上听到这个 市副市长讲说台中还不错 那是用一个很宽松的 这个PM10过去的标准来衡量 那 那 当我们 这个医学队的知识 了解更多我们西前五位力 对人体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要 最新的政治要来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是世界各国的排名 因为这个子字太小了 我这个很快就会上门 最后交给他们 各位可以直接下载 直接自己慢慢看 不过 就是说 这边有好几个加拿大 刚刚叶医师有讲过 他们是PM2057 然后 我们那个 台湾大概是31点多 就是各地的平均值 然后 在中国 已经跑到相当高了 所以我自己都知道他们的 反正就是很高丘的 就对了 然后下一个 这边是 直辖市 然后我也 我也把 因为我们常常要忍受 中共那边 飞过来的沙神 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北京 什么重庆 长沙 上海各个地方排下来 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 我们 贏不了几个人了 而且在世界 1100 1100的城市里面 我们都排在900多名 这样子 所以 我们要很努力的 不只是我们要活下去 而且要 我们要让下一个健康 活下去 下一个 那 除了WHO的资料以外 还有 前一阵子 马英九说 总统说 我们以后要用 那个 叫做 FATER LIFE 是Index 就是这样 美好生活的指数 要开始做评估了 那就是 也是属于世界组织的一种 就是经济合作 以及发展组织 那里面 你如果上去看的话 环境里面 他用两个因子 一个是空气的污染 他就用PS 然后另外一个是水质 那这两项去考虑 那我就一一把 大概有这边的卡区 这边很多国家 包括瑞典到智利 他们没有在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 被承认一个国家里面 这个我们 我们非常不满 但是也只好忍受 那不过 在这样一个 三十多个国家的派序里面 我们根本还不在这里面 如果用PS 我们还在外面 所以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话 也非常的心痛 再过来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跳过去也没关系 就是 另外 最近 那个 耶鲁大协 他们也很努力的 做出 他们有一个指数叫EPI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然后另外还有第二个指数叫Train Train Train的EPI 那 Train的EPI 是 它去衡量 比如说过去一年 它会 正对过去思念 它是不是有哪些进步 那由进步的程度来做评比 这样子 下一个 这个字非常巧 我会付给各位 就是说 我们台湾还算排得不错 大概 快三十米 还没有 就是讲 不过就是说 它有很多 针对各个国家的 排在最好的 就是它本身 那段时间的 环境的这种 表现是怎么样 还有进步的情境 怎样 这边是第一项 这是第二项 那各位可以做些评比 再下一个 我这个 刚刚一开始就先解释过 就是说 我们包署 就是后来 他们公告了去年年底 公告说要乘以0.68 激起我相当的困改 我一定要想 想办法证明 因为他一讲 如果是乘以0.68 很明显就是 我们台湾就不用再改善环境了 就已经跟 可能接近新加坡 还是其他 接近国家了 所以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那 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经过在中国 在一个 控制非常严谨的这种 不能随便你去 公告他们的空气 测量的是多少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 他们还是有办法突破 他们就觉得有两个学生 就写了APP 在iPhone 或是在HTC 这种这样的Android上面 你就直接看就好了 所以事实上 也不要管管他 那宝宝货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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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自己在上面画说 今天空气不好 你说 他读出来的PM2.5是多少 就直接换乱成 直接能够警告一般 敏感族群 或是导迷人 或是孕货 今天空气是多少 你应该注意什么 所以 上环保署那个要等很久 而且他PM2.5 我看这样 再比对两次消息 可能要等到六星 把他也终通通 把他也终通通 堵死 那可能才会 才会很努力的 说 你现在量好了 比对好了 他等很久 再摔下来 这个 这个 不是摔下来 这个 比如说 你看他那天 在北京空气 根据 那个美国大使馆量测 他就直接 直接转换成 那个 指数告诉你 今天空气很高 不要搭搭 你随便运动 那美国也是一样 再下一个 美国那个 凶香协会 他有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App 这样的一个 直接就在你的手机上面 你都看 下一个也是一样 好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 很容易不做 因为我本来很想说 我买了好几本书 已经开始 在那边练习 写了半天后 因为后来 他又马上陷入要去 去针对那个 右倾的破产 弄到 到现在 常常的睡眠不足 捏他去 继续打这样子 所以 下一个好玩意 这边 我这段是前面讲 就是说 中共的那个 環保 環境保护部的副部长 他公开讲 不准禁止 那个国外的人乱讲话 那外国政府也不能公布他 替他量中共的那个 污染多少 我希望我们 当才是民主国家 当我们这边 就直接讲说 现在根据 从PM10 发布上过来的PM2.5 大概是多少 反正大家都是 做很多假设 那我就 反正至少 我把那个 有一个 ASOBI 他给我出来 我就直接 请到那些民产主席 我今天一定要很小心的 至少出去 要带 知识馆的扩张机 这样 或许有很多 帮助很多 希望台湾不要把我抓紧 因为在中风 如果你乱报 他是说 E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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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禁止的 好 大概这样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的博士 去年度全世界 都会给你的 做一个 好 那我先说 去年 大家都要 先 这一度 先求好 那 今年 在五月 我忙 公告 那 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要求好 那这个求好 好 好